一遇到了台风或是豪雨 资本温泉旧桥的溪水 就会淹到接近桥面 老旧的桥墩被溪水冲刷的更显危险 所以温泉桥成为了台东县最长风桥的地段 而随着新温泉桥的通车 温泉村的村民终于可以有安全畅通的路桥 可以来使用了 资本温泉是台东观光重点区域之一 但进出的主要道路温泉旧桥桥面不高 又架设在西面比较窄的地方 每到豪雨或台风天 溪水挤进雁道桥面 夹带泥流的溪水冲刷桥墩更是显向还生 每每都是台东第一座被宣布封桥的路段 也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及温泉区观光的游客量 现在新温泉桥完工通车 民众终于有安全通畅的路桥可以使用 其实这座桥的经费 我们是跟水利署来争取的 一亿四千万 那这个跟我 其实这已经是我当县长盖的第十三座桥梁 在台东县内第十三座了 过去比较多的 有些是我们县自己的经费 有些是内政部的营建署的 可能还有一部分是交通部的 但为什么这一座是水利署呢 因为我们是用防水灾的理由 来改建这座温泉桥 就像乡长刚刚讲到的 这个每一次只要台风有大雨 我们的旧的温泉桥 就必须要封路 为的是民众的安全 可是今天的媒体大家很清楚 一封路哇 这消息马上传开来了 那UK就不知道说 那连轎就封起来 那不知道是多严重呢 不要去 每次我们的业者就这样 受到这样的损害 那因为这座新桥的通车 也让温泉可以摆脱 全国最会封桥的封号 我们温泉桥只要下雨就要封桥 那饭天业者就会不高兴 因为一封桥 大家以为很严重就不来了 那我相信从今天开始以后 封桥这个封号不会再温泉了 在这边代表所有的温泉村 的村民跟业者 跟县长随身 谢谢 所以这个轎梯好之后 他们才能够更远 是 比较正面的 比较正面的 跟进出比较方便 对对 不过因为保留旧桥 是阻碍水流造成水灾的原因 所以水利署要求旧桥 务必在新桥通车之后拆除 让居民都感到非常惋惜 记者廖婷娟被南向报道